無黨籍市議員陳冠宇在市長施政總質詢時 質詢市長謝國良 對於政策不明包括港警摩天輪的預算還要執行嗎 2.4億的摩天輪到底會不會往下推 或是市府或是市長 你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11.14億的電動車免費送 我在市長施政總教最後一天 花了最後三分鐘 僅存了三分鐘 那時候提到 現在電動車政策已經以往不同了 去年因為執行效果不佳 大家抱怨得要死 但是現在我已經送出了8000多台了 他能不能緩一緩 施政順序能不能做調整 我希望等一下市長 如果沒有辦法太肯定的回覆 至少讓我知道 讓市民知道 你有在評估這件事情 我如果要再盲目投資電動車的相關補助 我可能還要再花20億或19億 這個回到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每年我要增加的社福支出 根本就對不上 對此市長謝國良表示 包括在113年的追加預算 和114年的年度預算 都不會編列摩天輪的預算 但是未來或是在市長任期內 會不會編列呢 謝國良暫不承諾 我們已經有公開對外宣布 就是在113年的追加預算 以及在114年的年度預算 我們已經沒有要把它納入在裡面 那我覺得我就先說明到這裡 那是不是說永遠不納入 或者我的任期內不納入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承諾 我們去做滾動式的調整 那大家覺得如果國門廣場 並不是很適合我們也虛心接受 我們也覺得說未來的其他的地點 如果能夠有機會在未來的時間點 再跟未來較為適合的地點 再做考量的話 那那個時候再做打算 簡單來說就是113年的追加預算 以及114年的年度預算 我們是不會把它放進去的 另外市長謝國良也指出 包括車輛產業加年華 也考量到大家的觀點 也不推了 包括車輛產業加年華 因為我們也考量到大家的觀點 我們目前也是車輛加年華 甚至沒有要 我們還在評估中 目前還在評估中 沒有要繼續推 沒有要繼續推 市議員陳冠宇指出 目前基隆市對外的施政形象 只剩下電動機車 基隆市已經從有礙城市 變成電動車城市 電動車補助已經完完全全成為了 基隆的形狀 完全 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是電動車城市了 完全 我現在對外的所有施政印象 全部都是電動車 我看到這個之後我非常的難過 就我好像已經 只剩電動車我什麼都沒有 那我的海呢 我的山呢 我的有愛城市呢 這個是在楊玉鑫處長在回覆 市長事業務報告時候提到的簡報 我其實有認真看 我看了我很感動 現在時間還有限 我講一個故事 我在去年那時候 跟楊玉鑫處長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楊處長問我一個問題 楊處長問我說 冠宇你相不相信就是我們可以辦到有愛城市 我們可以將基隆打造成亞洲最有愛城市 我那時候直接回答他說我不相信 我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相信 我看到現在基隆市已經成為電動車城市的時候 我真的更沒有辦法相信 不希望大家想到我就是怎樣 電動車但是如果電動車因為我們的推動而成為 基隆普及率最高 甚至在中央推動這個靜零碳白的過程中 效率不髒反而我們一直獨秀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一個例外 就是說如果我們電動機車的普及率 因為我這種政策變得很高 那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不妥的地方 因此建議市長謝國良能夠整體考量評估財政預算 調整施政的先後順序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